我们的大俗传道写着有两面对的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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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不信 不信在这个生活当中 这个是也挺多的 专门 这个在我们的白法里 专门就是讲一个不信三宝 对这个我们讲的主其灭道 对这个佛教讲的这个真理 不相信这个无我的真理 不相信 就是这生活当中很常见的 我在信佛之前那时候是高中吧 也是说一听说这个谁学佛 哎呀我才不信呢那套骗人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那样想 而还振振有策 后来再通过慢慢的接触啊 学习啊遇到一些有德性的人 我自己慢慢的相信了 但有看到还依然看到 也看到很多 就是你一提到这种事情 看着别人吃素啊 我说你吃素 哎呀你们那套都是骗人的 对吧 他说那你吃素那个 那个动物有生命的 那植物也有生命 你怎么吃植物呢 他有这种不信 不一定非来说的 佛教讲的就是一定是真理 就是非要让别人相信 但是这种 这种 首先要尊重 首先要尊重别人 比如说我如果高中的时候 我懂得尊重别人讲佛教 我先不要说我不信 我先说我学习 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 我先学习学习 我理解 我理解是不信 不是说你非要让别人相信 这个 别人不信就批评他 是说 就是他会生起的那种 那种烦恼的那种心理现象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那个状态 如果到现在呢 我现在就慢慢学会了 我凡是我遇到我不懂的事情 我不了解的事情 不会轻易说 那个东西是骗人的 不对 不会一般不会这样 我尽量的让自己先尊重 然后呢 慢慢的找机会再去学习 再去做那个判断 这个不信心所 就专门是指的是 对这个三宝的功德的那种 不行 就没有信根了 佛教讲 信根 什么 什么 你 你